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來提前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一期的靈寵活動所推出的新靈寵 那麼這次比較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以往靈寵活動 都是兩隻兩隻的形式所推出的 像是第一期的浮牛還有青龍 然後第二期的豬燕還有豬雀 那這一次日福那邊有做了一個小修正 他這一次只有單獨出一隻靈寵 可能是打算放慢遊戲的速度 那台服我估計應該也都是比較日福吧 起碼目前台服的任何活動 大部分都還是跟著日福走的 所以說我們這部影片就先介紹一下 下一期所推出的靈寵 蒜泥 酸泥 那在下下期會推出藤蛇 之後有空的話我也會做一隻關於藤蛇的介紹影片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酸泥的技能吧 我一樣也是用日福的介面來跟大家做介紹 畫面是中文 大家比較好理解 那我也查過了日版的酸泥 他跟日福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目前台日福的靈寵 除了一開始推出的青龍還有伏牛做小跟動 其他的靈寵都是沒什麼跟動的 因為這幾隻靈寵也都還算是挺強勢的 所以說日福那邊可能就沒有打算做跟動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吧 首先是主戰技能氣吞山河 酸泥的主戰技能一到四星效果都是一樣的 只有數值上面有發生一些變化 那唯一的質變在於五星 不過說起來也不算是質變 只是單純了多一條技能效果 算不上是很大的變動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一到四星有哪些比較具體的技能 先來看到一星的效果 攻擊敵方全體造成50%的傷害 不論升到幾星、蒜泥的主戰技 他的傷害都是一樣的 但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後面 偶數回合會對敵方全體施加無禦的效果 每個武將累積回復700點的怒氣時 會使他在本回合的回復怒氣速度降低10% 那再來是激素回合 會對敵方全體施加無真的效果 攜帶該效果的武將每回合只要損失500點怒氣 使本回合的這個攻擊造成的傷害降低4% 最多可以疊加到三次 那這些效果都是不可被驅散的 那回合數也只有持續一回合 甚至是說本回合結束之後就會消失 至於疊加的層數最多也都是疊加到這個三層 接著我們直接看到五星的技能 造成的傷害不變 那無禦變成只要敵方回復了400點怒氣 就可以使本回合的回怒速度降低變為15% 無真也是 只要敵方損失400點怒氣 可以使本回合的攻擊造成傷害降低8% 最多也都是疊加到三次 唯一不同的就是多了一個效果 無禦只要每生效4次之後 會使武將進入沉默狀態 那沉默的話就是無法怒攻 也無法回復怒氣 持續到下次攻擊結束 現在來說關於酸泥的主戰技能評價吧 在陸服基本上也是沒有任何玩家會把酸泥當作主戰的 原因也是因為其他的靈寵太過於出色 主戰能選的靈寵實在是太多 那再來是他有無禦還有無真的效果 不過又有分成偶數回合還有基數回合 不能同時施放 大大的減少他的影響力 再來則是主戰的效果 以體感上來說我們是感覺不到太大的變化 使敵方的回怒速度降低15% 講實在的 以主戰技能來說 這個真的是沒有魂出色 那再來是攻擊傷害結果降低8% 這個也是很拉 最多可以疊加到3次 那也才是24% 而且只能持續一回合 雖然說效果都是不可被驅散的 但就是他的這個效果 並沒有到說非常的完美 他還是不適合放在主戰 緊接著我們看到酸泥的主戰技能 他跟主戰也是挺相似的 並沒有太大的升星效果 單純都還是以數值的變化居多 唯一的小變化 也是發生在三星 會額外多開啟一條效果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星的效果 戰鬥開始時 會使我方武將 這個怒氣降低命中的效果 增加5% 同時獲得紙歌的效果 該效果也是屬於不可被驅散類型的 持續三回合 單回合內 只要首次普攻 代表每回合的首次普攻 都可以奪取敵方的15%怒氣 那如果說奪取的怒氣 小於100點 則使自身的最終減傷提升5% 持續到回合結束 那單次奪取的怒氣 在一星的時候 最大不可以超過150點 再來是三星的效果 前面都是一樣的 只是單純提升了這個怒氣降低命中 變為15% 那可以偷的怒氣呢 也變為20% 那如果小於100點 這個最終的減傷也是變為了12% 提升蠻多的 持續到回合結束 那如果說你今天偷取的怒氣 大於100點的話 則是可以增加下次的怒攻傷害 單次奪取的怒氣 從原先的100點 變為了這個200點 最後則是五星的效果 全部都跟三星一樣 那發生了數值上的變化 怒氣降低命中 增加至30% 可以偷取的怒氣 也變為30%了 奪取的怒氣 小於150點 可以使最終減傷 提升變為20% 那大於150點呢 則下次的怒攻傷害 也是提升20% 本次怒氣 最多不可以偷超過300點 以上就是酸泥的助戰效果 也是來點評一下 我們都知道在三幻當中 能扣怒的技能 都是非常稀缺 也是相當出色的 那酸泥這隻靈寵 同時就兼具了控怒 還有回怒的效果 所以說酸泥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靈寵版的諸葛果 諸葛果現在幾乎都是人手一隻 所以說酸泥肯定也是人手一隻的 放在助戰當中 絕對是相當出色 尤其是抗隊 雖然說今天滅隊也是可以放 但是不太建議大家放 滅隊的效益 比抗隊低太多了 可以提升怒弓傷害沒錯 不過只是單單的20% 而且是不一定可以吃到的 要在下一次施放怒弓 才有辦法吃到 有時候滅隊回合結束 就是整場遊戲贏得太快 是反而完全吃不到這個效果的 不如放上窮騎 還有玄武 來增加自己的容錯率 比較適合 那抗隊的話 則是任何抗隊 都可以把蒜泥擺上場 這個扣怒還有回怒的效果 真的是相當的OP 再來則是PVE的部分 三合 我們最少會建議大家 把酸泥抽到兩星 讓我們在三合當中 擁有這個類似 戰魂的基礎怒效果 我們的亡元姬站在1號位 就可以普攻一下 馬上滿怒 很快的掛上預言 讓我們在推三合的時候 可以舒服的非常非常多 最後來說一下 關於酸泥的抽取建議 還有懶人包 好 前面提到了 不論是任何玩家 任何的隊伍 都是非常適合 把酸泥拉到二星的 二星起步 我們在打三合當中 是相當的方便 那如果說你今天的 JEN沒有那麼多 抽一星來放也是可以的 在陸服也是有蠻多人 一星就把酸泥丟上去打三合了 雖然說效果 肯定沒有二星來的好 不過一星也是可以加減放的 再來則是抗隊 是可以完全無腦升到五星的 他升到五星的時候 雖然說效果不會提升到額外多出什麼額外的效果 但是回怒的這個吸怒還有回怒都會變多 怒氣相當重要 所以說完全上五星是沒有問題 論保值程度的話 酸泥的保值程度也是相當的高 陸服到現在出三年了 也是可以多少看到酸泥的身影 在任何抗隊都可以看到 那目前陸服則是女團比較多 會看到女團的玩家 還是會把酸泥放在助戰 所以說論保值度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則是分享給中小克 如果你們今天是抗隊 原本的玄武可能抽到了三星或者說四星 可以先把玄武補到五星 最後再來抽酸泥 窮奇的話只要一隻就夠了 不用說先把窮奇升到高星 再來用酸泥 酸泥的地位是比窮奇再更高的 他升星的效果 帶來的效益是遠高於窮奇 所以說酸泥算是目前非常適合抗隊的零售 除了玄武之外 有能力的話就直接上滿五星吧 那麼本次的酸泥先行介紹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約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